在戰衣室殯儀館有工作人員發現 在庫前區悶燒打開一看 這好幾包被燒破的紅包袋 但是這裡頭重要是千元大招 趕快通通搶救出來 數一數總共200張 加上其他百元是多達了20多萬 懷疑這是晚輩給長輩押碎錢捨不得花 但是呢在長輩過世之後 不知情的家屬就跟著遺物一塊來處理 差點燒個金光 打開塑膠袋裡面居然都是被燒破的紅包袋 露出千元大招 冰葬人員把招票一點一疊拆開來擺好 地板上所排列的千元大招 大部分邊邊都燒得焦黑 千元招總共200張 還有一張500元招票 四張百元招 總共蒐集到20萬5900元 誇張的是居然是被往生者的家屬 丟進了燒金紙的庫錢區 他昨天這邊在燜燒 我就是把它撥開 然後就發現裡面有現金在燜燒 一開始覺得他是假的 殯儀館的庫錢區 專門燒名紙跟往生者一物 居然出現了 裝新台幣千元鈔的紅包袋 還好被業者及時發現搶救起來 懷疑是晚輩過年給長輩的壓碎錢 過世之後晚輩不知情 把紅包跟著遺物一起處理掉 燒不掉了 怕你如果去找出雞 熱心的兵種人員分文不取把救回來的大把 鈔票全數交給警方招領 希望能早日誤會援助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 在高雄發生了警車被撞了意外 照射駕駛是喝酒開車 他呢因為阿嬤跌倒送一酒 他喝了一半趕快開車飛奔 逆向轉彎撞向了警車 撞擊力道十分強大 警車還一度往後退了好幾公尺 這名男子知道待機大條了 但是他酒駕 酒測值是高達0.68 現在發生意外之遠景 只有受到情傷 但是現在還是得被依反開放 凌晨一點多警方開車巡邏 對向一輛百萬名車急速轉彎 碰得一聲逆向從警車車頭撞上去 撞擊力道超大 還讓警車拔苦了好幾公尺 車禍現場慘不忍睹 警車的安全氣囊爆開 車頭也毀了 而肇事的黑頭名車左側車頭全毀 板金破裂 肇事駕駛一連帶機大條 因為酒測值高達0.68 跨越雙黃線逆向行駛 一面撞擊 酒測值高達0.68 酒壇合到一半 男子疑似接到阿嬤跌倒送醫的電話 心急如焚 趕著看阿嬤 完全不顧自己酒後開車 用力踩油門 結果撞上警方 還讓兩名員警掛採送醫 補信員警雙手插錯艙 副駕駛坐卸信尋左 胸部挫傷 還好兩名受傷的員警沒有大礙 但再看看這個驚險撞擊 瞬間一面而來的百萬名車 這麼用力一撞 就算是玻璃是大人 恐怕也是嚇到驚魂未定 記者三公集宋佩城 黃旭云 高雄報道 來看到世代宜蘭台北線所有游泳池前的路段 29號發生了嚴重車禍 騎士載的友人往馬賽方向執行 跟左轉的騎士相撞 造成女乘客跟騎士當場昏迷 家屬很著急 希望有網友提供當天的行車救濟 來釐清真相 交給記者謝淑雅 這主播各觀眾 從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現場車客4歲 機車狠躺在路中間 兩位傷患倒地不起 醫護人員趕緊將他們抬上單駕 送上救護車 離心機車騎士站在路中 讓救護人員包扎 過程中身體搖搖晃晃 沒想到下一秒騎士就腿軟 下後倒下 幸好醫護人員急著攀扶 男子才沒有重摔在地 這起車禍發生在宜蘭台二線 蘇澳游泳池旁 29號下午5點55分 離心騎士騎乘機車 載著零星女子往馬賽方向執行 過程中疑似車速過快 與下山左轉的無性騎士相撞 造成無性騎士與零星女子 當場失去意識 送醫急救後兩人昏迷指數3 情況相當不樂觀 大家都會 格外小心都會注意 是不會說 但是這裡就是 都是速度認真 因為我們這裡下去 我們是一個斜坡 是 所以我們在這裡 下去的速度都會 點邊路口停一下 不可能直接就撞進去了 所以我們這邊下去的速度 一定是都很慢 因為我們都要起步了 往現場來救援 但是到了現場就發現 這金沙已經明顯死亡了 這是昨天晚上發生的 這樣消息提供給大家 再來看到台北市有一名工程師 自稱他要監控疫情 他來監聽的是 台北市消防局的無線電 還放到網路上直播 而消防局在接獲檢舉 也擔心影響出勤任務 泄露個資 趕快透過直播的畫面 找到這名男子的大樓 並且出動雲梯車逐戶比對 將這名男子給逮捕 雲梯車晚間出動 不過這次的任務不是要救火 而是要找人 北市消防局接獲檢舉 有人監聽消防無線電 還在網路上直播內容 消防局急著要終止直播 避免出勤資訊外洩 但是請電信單位偵查IP公文網 來要好幾天 親機深至想出了這個辦法 由於鏡頭對著窗外拍攝 消防局透過畫面確認建築物 並出動雲梯車逐戶搜尋 直動雲梯車出現在畫面中 趕緊通知警方帶人 直播者還會一邊解釋代號 例如兩號是勤務中心 919293代表一般行救護車 959697則是加護行救護車 消防局極如新火的救災行動 無線電不斷通報動態直播出去 不但會影響出行任務 也有洩漏各自的疑慮 我們的救護頻道呢 是屬於這個專用的頻道 那相關的資料呢 都是受到保護的 那民眾這部分呢 千萬不要去竊聽 三十七歲的工程師 被逮後自稱觀察疫情 警方則依違反電信法 第六條將他送辦 將面臨五年以下徒刑 或是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的刑責 記者黃一俊 蔡宇善台北 採訪報導 政府監控雅 感谢观看